这是MQ-9V海上卫士无人机 翱翔在空中监控海上的每个角落 更是川普政府在大选前 最后一项送进国会的对台军售项目 出售台湾的66架F-16V战机 具备监控中国隐形战机殲20的反制能力 再加上射程超过330公里的海马士多管火箭 射程逐一逼退福建跟浙江沿海 东宫15短程弹道飞弹 川普政府四年就同意10项对台军售 让台湾具备反制解放军攻台能力 如今随着美国总统万人做做看 对台军售是否出现变数 专家有不同看法 川普政府已经宣布了对台军售是不会变动的 那第二个就是后续的就是拜登政府 他的对台军售的项目还有质量 应该也不会再退回去 比较过去台美军售 欧巴马政府主要以黑鹰直升机 派里级巡防舰跟F-16V升级等三大项目 不仅只是基础防卫 更是包裹式军售装备与项目 时机点被说缓不济及 更可能潜藏其他武器包裹一起要卖台湾 不过川普政府近四年来针对台湾需求 同意Mark 48重型鱼雷 新式F-16V战机 以及地表最强MYA2战车 近期跟接连通过海马式多管火箭 跟陆基型鱼插飞弹 以及无人机等 比照盟国般谁到谁省 军售项目更符合台湾需求 前的包裹式的部分很清楚的 已经做了一个调整 也就是把台湾作为一个非北约的 主要盟国的一个地位 专家分析在国防授权法加持下 台美军售回到常态化 随送随省 未来拜登主政下 美方协助台湾强化防卫实力的原则 不会改变 315黄大峰 陈彦好台北 上海岛 下集资的村子 5黄大峰 本集资的村子 本集资的村子 大陈彦好台湾 美方卫实力的村子